创新的过程不是那么顺利的 你要喜欢这爱它 才能给坚持下去 我可以为他们搭建一座杀你的孩子 与科学知识之间的一个桥梁 通过科技让你们牧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要主动的是关怀病人 关心病人 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初心 把世界紧接的这些工程 在我们这一个时代把它完成了 我们是一定会追求速度目标的 你必须坚持到底 才能够登上顶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一代又一代科学家 为国家的科技事业鞠躬尽瘁 而今天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5G通信 量子技术 科技的变革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科技工作者们用自己的心血 书写着时代最美的华章 还有更多的科技工作者 他们的努力咱们可能并不了解 但他们的发明创造 却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为人类带来便利 2010年12月3号 对于CRH380A动车组的设计人员来说 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这一天他们设计的动车组 要在京户高铁上进行一次重要的速度试验 实验开始后测试车辆的时速 很快就达到400多公里 车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紧盯着电脑屏幕 时刻关注着上面数字的变化 当时因为我在那个机械师时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速度的变化 速度到了这个480公里的时候 就是看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数字 每蹦一公里 那心情都是这个既紧张又激动 大家心里肯定是都比较紧张嘛 因为从没跑到那么高的速度 11点29端26秒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因为他没有对车辆和线路 做过任何的特殊的改造 就为了试验而做的任何改造 那么他就是用我们一个将要批量投入运营的商业列车 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最高实验速度 所以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时速486.1公里 这个速度刷新了当时世界铁炉运营试验的最高速 CRH380A全称叫做和谐号CRH380A型电力动车组 是由我国的设计团队自主研发 它的成功运营标志着我国的高速动车组 登上了世界高速列车技术的制高点 在CRH380A经验亮相的同时 设计团队里的一位女设计师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她就是梁建英 CRH380A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 也是目前我国高铁装备行业 唯一的一位女总工程师 1972年 梁建英出生在吉林省敦化市的一个小镇上 在铁道边长大的她 从小就对火车有着特殊的感情 高考后梁建英被上海铁道大学录取 大学期间 每年寒暑假乘坐火车出行 成了她最主要的交通方式 那么从家往学校返的时候 再去买票的时候 经常是买不上座位的 买不上座位呢 就是长途要站很长时间 然后靠到一个座位 所以还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 在一个车上的人也特别的拥挤 就是很多时候你挤在那个地方 你不知道谁在 辅助你站立在那 有的时候你甚至你的脚抬一抬 你可能都觉着 哎呀也不会倒 这个基本上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上 痛苦的乘车经历让梁建英记忆深刻 同时这也让他萌发了将来要亲手设计火车的梦想 在当时急火车的时候 我想的就是说 如何能够这个改变这样的一个乘车环境 那么快速便捷的 那么把旅客输送到它的目的地 而不像我们现在上车 都要靠别人辅助把你拥上去 然后在车厢里面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这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愿望 1995年 梁建英从上海铁道大学毕业 他被分配到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成为了一名设计师 2004年 中车青岛四方公司 从国外引进了时速200公里的动车组 开启了我国高速动车组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 2008年6月 中车青岛四方公司开始全面自主创新 研发CRH380A型动车组 梁建英被委以重任 担任该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 实际上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 感觉到任务是比较光荣的 但是想要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 所以感觉到压力很大 CRH380A的最高涉及运行时速是380公里 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涉及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 由于没有先例可循 这次的研发完全要靠自主创新 梁建英和他的设计团队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为大家不知道要去 在哪能够再找到可借鉴的一些经验 那么这样的话就需要你自己 要不断地去摸索 要用什么的方案来实现 你这样的一个设计目标 所以当时整个设计团队都感觉到压力很大 但是实际上有了压力 也就带来了工多的动力 CRH380A动车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每列动车组上的零部件有五十多万个 需要设计上万张图纸 分析试验电磁数据达到几百兆 巨大的工作量让梁建英和同事们每天都不敢懈怠 我们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休息的时间 而且晚上也不是说是到了九点你就可以收工的 有的时候一个方案从你的脑子里头一个好的想法 从你的脑子里蹦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立刻临时组织一些项目会 小型的这个专业会 那探讨起来 那一定要把这个彻底解决清楚 才能收工 实际上你看我们女的设计师 基本上在干三年左右 头发就开始都白了 梁建英说 梁建英说 只有通过大量的研究试验 才能确定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性能和规律 在样车生产出来之后 梁建英带领设计团队 又开始在全国各地的铁路线上 做车辆运行试验 为了能够得到不同环境下的试验数据 他们选择的测试路线 往往是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地方 你比方说 我们当时在这个 做这个蓝芯线的这个大风 大风试验的时候 大风请护试验的时候 那我们就在那个蓝芯线上 蹲守等大风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 我们就在那个蓝芯线的这个百里风区 大概是 也得做了有一两个月的实验在那 而且呢 要等一般呢 风又在 不是说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时候 才会出现 所以一般是在凌晨的时候 会有大风的出现 那我们一般是从下午四点钟上车 然后这个早上三十点钟的时候再搜车 在蓝芯线的百里风区等待大风 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东北 做耐低温试验 每一次的线路测试 梁建英都会跟在车上 时刻关注着车辆性能和试验数据的变化 如果出现异常 他会立即申请停车 下车检查车辆的状况 在冬天的时候 当时车在线路上出现了一个故障 然后呢 他自己就从车下 两个车之间只有五百毫米的间距 冬天嘛 还穿着棉袄 他自己爬上 爬到车顶去了 去看现场 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惭愧 因为很多男的男同志 设计师也在现场 让一个女同志 自己爬到车顶 我觉得 当时对我们这些男同志 冲击也挺大的 经过四百五十余项的仿真计算 一千零五十余项的地面试验 两千八百余项的线路试验 二零一零年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CRH380A动车组诞生了 高铁发展到现在一直是在克服困难 就是380A当时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成果 2013年 过程中设计团队又对车辆的性能进一步的深化创新 让我国的高速动车组在互联互通 节能降耗安全性能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这个就是整个的节能环保这个地方 由于这个运行阻力的磁域下降 它的人均百公里能耗就是3.6度电左右 所以这个你要去对比其他的这个交通方式 都是这个 你有办法跟这个高铁的这个节能指标来相对比 经过五年的艰苦公关 2017年9月 复兴号动车组开始在京湖高铁 以350公里的时速运营 这让我国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为全球高铁运营树立了新的标杆 我希望我们的产品 这个在国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在技术上有更大的发育权 在个人发展上可能有更广阔的空间 每一个做这个轨道交通装备的这个人员 尤其是设计师 他都有一个梦想 都希望自己设计的车辆既安全 又快速又舒适又便捷 这是一个设计师的梦想 从和弦号到复兴号 从运营时速200公里到350公里 各个速度等级的高铁动车组 梁建英带领一支上千人的高铁设计团队 让中国高铁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叠变 将中国高铁打造成了一张靓丽的国家名片 从表面上看 中国高铁的发展只用了十几年就领跑了世界 但这背后是无数中国高铁设计人 没日没夜的拼搏与奉献 今年的5月23号 梁建英带领团队设计的 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 试验样车正式下线 这标志着我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 实现了重大突破 梁建英和他的设计团队 正在向着又一个新的中国速度迈进 梁建英用速度让我们的出行更加便利 让中国的高铁走出了国门 我是轩衣 下期再见